众土灵界现在还有没有灵石? 金飞瑶对这个很好奇,如果还有灵石,就算不能当货币用,自己用也不错呀。 星罗灵界可是有好多消耗灵石的好东西。 想到这儿,金飞瑶突然感觉自己发现了一条商路。 这里的灵石不值钱,主要的原因是除了修饰拿来修炼,外加支持一下法阵之外,就没有其他用处了。 所以消耗量不大,如果是所有灵界的人都用上星罗灵界的东西,那灵石的消耗量可不是个小数。 只是他一想到这中间相隔的路途,就马上把这个念头给扔了。 反正通道已经打通,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这个商机,也不知道那十二个灵界会做出什么事来。 是想攻打这边的灵界占为己有,还是各族去找自己的种族联合起来,和平共处啊? 不过,十二灵界里面可没有妖族。 对于金飞瑶这个提问,叶子也是不太清楚,他所知道的全是大家知道的事。 中土灵界还有没有灵石,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 前辈,那中土灵界很大,现在灵石不值钱了,想必也不会继续乱挖,应该多少还是有些吧。 不过前辈,你打听这个地族做什么? 他们早就不成气候,难道是住在你隔壁招惹了你了? 叶子好奇地问道,金飞摇摇头? 叶子笑了起来。 没有,还没有招惹我,只是他院子里这几天来了好多原因期的妖族,人来人往的吵到我了。 哦,这个是啊。 叶子笑道, 前辈,你放心,过不了几天呢,就会没事的。 隔几时上百年,地族王上啊,总会闹这样一下,事情过了就清静了。 闹什么事? 他们一直想回众土灵界重建,但是,众土的人才不愿意让他们回去,所以啊,每隔几十上百年,地族王上就会耐不住寂寞。 总要找兵买马,请妖族的修士帮他们打回去,可这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众土灵界上,可不是地族的天下,掌握众土灵界的是魔族的人,还有人族也抢到了不少地盘,回去也没有用处的。 金飞耀一听,感情早国破家亡了,不是要从地族平民手里抢回地盘,而是得从人魔两族手中抢回地盘,就招来的那点妖族有什么用啊? 如果是以前灵石值钱的事,难说妖族还会全部联合起来帮他,现在灵石和石头差不多了,谁还想去抢这个地盘去? 原来是这样的一件事,金飞耀顿时失去了兴趣,这些地族在折腾啊,最后还是得一无所获。 不过就像叶子说的,这些地族肯定买过许多好东西,不知还剩下多少在身上。 那些去帮忙的修饰,图的也就是这些报处了吧。 也没什么要问的,金飞耀就站起身来讲道。 哦,那你忙着,我先走了。 见他要走,叶子赶快喊道。 前辈请留步。 什么事儿? 金飞耀不解地问道。 前辈,你要是有东西要买,可以放在我这里,虽然我没有这么多的单来收,但是代卖还是可以。 我绝对不会挣前辈的钱。 叶子讲道。 哦。 金飞耀愣了一下,马上就明白过来,自己要是想卖东西肯定都是些高级货。 如果放在这里代卖,店中啊就有好东西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人。 而且只要在上面加一点点价格,也可以赚到不少。 更不要说还不用付定金了。 好啊,我这几天就要出去,如果捉到猎物啊,我就要扔你这里。 但是如果很久卖不出去,我又急着龙银丹用,我就要提走,拿到别的地方去卖。 反正这也不什么事儿,代卖的话,自己赚得还多些,不急着用龙银丹也无所谓,于是金飞耀就同意下来。 叶子高兴地谢道。 谢谢前辈,我一定会想办法卖出去的。 那我先走了。 金飞耀被他殷勤地送到了门外,有猿鹰器的人专门弄货物,这叶子还真是有些惊伤的头脑。 出了海带街,他就直接往城中心飞去,目标便是腰龙的肉肝。 金飞耀觉得自己有必要和腰龙肉谈谈,那边的骨头有半条真魂,这条肉肝也应该有半条真魂才对。 因为常有妖族来参拜神龙肉,所以周围总有妖族停顿下来。 拜了拜后才走,真是些虔诚的信徒啊。 他坐在了飞毯来到的最靠近腰龙肉肝的地方,直接就开口讲道。 喂,老龙,你在不在? 你的半龙真魂让我来找你,活着的话,就应个伤。 肉肝什么反应也没有,让人感觉就是一条普通的肉肝, 只不过是体积过大罢了。 不对,难道真的还是腰龙的那条肉肝了? 金飞耀有些疑惑地抬头仔细打量了一下这条肉肝。 他怀疑真魂是在肉肝之中,所以才不敢露头说话,于是便传音进去,重新问了一次。 这一次还是没有任何动静,但是他敏锐地发现,腰龙肉肝上突然闪现出了金色的花纹,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如果不是正好盯着看,根本就不能发现肉肝上亮出过的花纹。 法阵? 金飞耀眉头皱了一下,如果没看错的话,肉上面出现的肯定是静置,腰龙针魂被浸在了里面呢,而旁边也有妖族正好看到肉肝上出现花纹。 赶快念念有词了起来,看样子,似乎并不是没见过这种场景。 金飞耀眼珠子一转,就像一名刚参拜完的铸鸡老妖族飞过去,只是这些年老的妖族带着年幼的小妖族,才会没事跑来参拜肉肝呢。 这位老者,能打听个事吗? 人家年龄这么大,外家想要打听事情,金飞耀就客气地喊道。 他这样一客气啊,把人家吓得一跳,差点身形不稳直接掉到了海泉阁的房顶上,站稳后反而恭敬地回着他。 这位前辈有何事啊? 被这么老的人叫前辈,就是金飞耀很讨厌修士之间称呼的原因。 老者,我刚才看到这肉肝,神龙肉突然亮了一下,这是为什么? 看起来,好有神圣感啊。 他差点就脱口而出肉肝,赶快改了一下口,说别人的神肉是肉肝,难说就不告诉他事情了。 其实金飞耀是想多了,凭着他的修为,只要他不上去咬两口,还大说这肉是臭的。 这名铸鸡的老者,就算是得罪了神龙肉肝,也不会得罪他的。 看前辈是陆地上的妖族,这里面的原因肯定就不知道了。 这神龙肉上有镇魂法阵,是保护百合城永远平安的法阵,只要神龙显灵时,法阵就会亮起来,偶尔才会遇上这样的情形。 这次只是一闪而过,有时候是闪好几天,许多妖族都会来这里参拜的,那时还会有阵阵的强大的妖气散发出来,让大家沐浴在神龙的妖气之中。 老者一脸憧憬地讲着,心中还在嫌刚才法阵只是一闪而过,连妖气都没有放出来,只是太可惜了。 啊,多谢了。 金飞瑶谢过这个老者,然后又重新回到了妖龙肉肝的旁边。 什么保护百合城的法阵,有叫阵魂的好法阵吗? 一听就知道,是把妖龙真魂阵在了肉中的法阵,竟然被他们传成了保护百合城的东西。 而且刚才法阵亮起来,应该是想回应自己的话,所以被法阵给镇压了。 于是他又靠近了一些,把神识往肉肝上面打了上去,用神识来传自己的话。 神识打在了妖龙肉上,就一股强大的阻力挡住,如同在推什么弹性超好的东西,难以进入肉肝之中。 金飞瑶的精神全部聚中在了肉肝上。 费力地把神识打了上去,隔着这层法阵,他终于听到了里面有声音传来。 是谁找老傅? 声音很大,也不知道是因为隔着禁止,还是妖龙真魂被压制得太久,已经快不行了。 是我? 你的骨头真魂让我来找你。 说如果找到你就给我好处。 话说,你是不是有半条真魂和骨头不见了? 要是认错了,你就认一下,我就不打扰你了。 金飞瑶使劲地把船音借着神识,传进了肉肝之中。 肉干里面沉没了一会儿 然后才缓缓地问道 你有什么证据 是我的骨头叫你来找我的 金飞瑶不耐烦地讲 你也不看看你在这里多少年了 谁想来放你出去过 而且你那骨头小气死了 尾巴被钉在地上 什么也舍不得给我 就给了我五根指甲做定金 反正我是没有什么证据 你要是想出来就和我走 你的骨头还在等你 不想出来就拉倒 听了他的话 肉干又沉没了下去 金飞瑶很是无语 这个破龙肉干嘛没事去装深沉呢 同不同意就一句话 用这个法子传言很累人的 就在他等的不耐烦时 妖龙终于回话了 我愿意走 但是我的真魂被真魂法阵压住 想走也走不了 你得把法阵给我弄掉 不然我是离开不了百合城 这个城的法阵 就是在用我的力量支持着 想轻易抽身不容易啊 这么麻烦 我还以为是零食在支撑呢 要怎么把法阵弄掉 我可不精通法阵 金飞瑶一听 不由的想到 要是妖龙肉干被自己带走 这百合城就会被海水全部淹掉吧 不过修饰都可以不用在海中呼吸 而那些海妖族根本就是在海水里面活的呀 这肉干挂在这里根本就是可有可无嘛 没有空气全是海水的百合城 也完全没问题 我也不精通法阵 但是却知道一个办法 只是时间很长久 妖龙也没关心过百合城的问题 开始和这个不知道哪来的家伙 琢磨起了怎么解开禁止 你快说什么办法 我这样和你说话很花力气 金飞瑶赶快问道 而妖龙同样气呼呼地讲道 你以为我不说话就不花费力气吗 都快要累死人了 你听着 我们两人配合 每月初一和十五你就过来 我把法阵震出来 然后你抽刀 把有法阵的地方搁下一块 记住啊 不能超过手掌大 然后找头什么妖兽之类 让他吃掉 一定要把肉吃掉 不然法阵还会回来 金飞瑶愣住了 他很想笑 但是还是咬了咬嘴唇忍住 然后传音回去 你的肉这么大 一月才搁两次 这得到什么时候啊 你要是不介意 我很愿意画一刻钟 帮你画这法阵的地方全吃掉 你以为我想这么长时间呢 我可是牺牲了我的血肉啊 如果有别的办法 我怎么可能用这招 而且如果一次搁太多 法阵自己就会有所察觉 不知计划会失败 这个大阵当场就会被你搅成了烂泥 你以为这三族为什么在这里能和平相处啊 用的就是强压静止 只要闹事就让你成烂泥 脸须其修为的也只能够逃条命罢了 妖龙怒喝了起来 也不知道气什么 金飞瑶扁了扁嘴 还真是一条龙 皮卡都一个德行 知道了 我出医师我就来 我们说好了个时辰 我没有多少精力和你对话 到时候你只用看到法阵出来 就割肉好了 妖龙的声音越来越低 突然想起了一世 赶快吩咐道 你记着 其他地方的肉你不要割 最好贴着法阵薄薄的一层就行了 不要割太多了 知道了 小气鬼 还怕我多吃了 金飞瑶不爽的应了一声 这个小气的老龙 不就想多吃一口 用得着这么谨慎吗 然后两人便把时辰定好 在人最少的凌晨 那时候几乎没有人来参拜 不然割肉让别人发现 恐怕只能杀人灭口了 和妖龙商量好后 金飞瑶退出了神识传音 擦擦满头的大汗 眼睛往旁边扫了扫 并没有发现有人注意自己 他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抬头打量着这肉干 一个月只吃两片 这怕是百年都吃不完吧 金飞瑶从妖龙处回来 准备了几天 他把十二妖龄阵收了起来 随便弄了个备用法阵 把院中摆上了个禁制 就带着胖子和画板丝出门去了 他直接领着他们来到了百合城外 仔细找了个没人的地盘 这块地盘周围 海底平成全是白色的沙子 铜山湖也不多 也没有阻挡视线的海藻 都好 就是有个问题 没有海兽 没有神兽后裔 只有偶尔出现几条普通的海鱼游过去 顺着一千帐内的位置 金飞瑶把十二一零阵给摆了起来 为了稳固的地盘 也为了限制海兽逃跑 不少人都有在地盘之中弄了法阵 金飞瑶想多捕捉一些海兽 也得弄个法阵呢 防止海兽跑到别人的地盘中去 胖子没吭声地坐在了地盘中间 看着空荡荡的四周 寻思着海兽会从地方过来 而画板丝抱着双手 看着金飞瑶忙活着 最后终于忍不住问道 我们在这里干 这里一头海兽也没有 手在这里也没用啊 不如用美人机 我去勾搭几个修士 让他们把地盘给揭出来用一下 金飞瑶正忙着摆阵呢 离他可不近呢 而且也没用传音 没听清楚他在说 想着也不会是重要的事情 就直接装没听到 继续忙着呢 呱呱 胖子就坐在了画板丝的边上 对着他就讲道 画板丝瞅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讲道 我又不是小吻 听不懂你说 胖子扁了一下本来就大的嘴 从身上的乾坤袋中 摸了个牌子 拿着灵笔就想往上写 但是灵笔在海水中一线 上面的灵液就在海水之中 飘散开来 根本不可能在牌子上写出 看着飘散在海水中的灵液 画板丝嘲笑道 你个笨蛋 在海水中怎么写字 胖子看了看他 把重新收回乾坤袋中 然后淡淡地讲了句 哇 画板丝却眉头一皱 指着他就质问道 刚才意思是不是在笑我 哇 胖子一谈马掌 做出了一个你误会了的样子 而且还直接比喉着 意思是啊 你不是听不懂的 现在怎么乱说别人呢 你刚才肯定是在说我 画板丝指着胖子骂着 这家伙 刚才的态度就是在说的坏话 只是听不懂蛙语 拿不到证据了 呱 你说我无理取闹 呱 谁死 谈着你不放了 呱呱呱 好了 你们俩别吵了 金飞瑶已经摆好针 回来就看到了画板丝和胖子在争吵 就没好气地骂道 他听不懂 我可听得懂 真是服了你们两个 欲言不通也能吵架 然后他又瞪了胖子一眼 不偏袒地把他俩都骂过 金飞瑶把童天如意拿了出来 你们俩准备好 马上就要开始杀兽了 一条都不能让他跑掉 胖子听了之后 严阵以待地做好准备 而画板丝见这两个家伙 都如临大敌一般 感到了莫名其妙 只得也开始做好战斗准备 他手上的指甲在灵力的作用下 开始飞快地生长 然后就像十条软软的膝带子 飘在了海水中 每一条都达到了五六丈 准备好后画板丝 一脸茫然地看着金飞瑶 也没有 难道是来补瞎的 金飞瑶冲着画板丝 嘿嘿地笑笑 然后往怀中的乾坤袋中 掏出了一个手掌大的小布袋 布袋玉水渐巢 一股淡淡的黄色 就从袋中飘了出来 黄色的水慢慢地 混进了海水之中 金飞瑶还使劲地捏了捏袋子 想让里面的融化得彻底一些 胖子本来很淡定地坐在了一旁 猛然间想起了 赶紧对着金飞瑶就喊起来 呱呱呱 看着胖子手舞足蹈 等听清了他的话后 金飞瑶镇定地冲他白白手 放心 你没看到我的五官都隔在海水之外的了 对了 你也用妖气把海水阻拦起来 要是受信打发 这里可没有其他的清湾 要不要我给你一个明光泡 套在头上 呱 胖子白白手 赶紧用妖气把海水隔出来 差点不小心把混着催情粉的海水吸了进去 这要是吸进去 还不得丢死人呢 你们在干什么 我要不要也用海水隔一下 花婉思眉头皱着 好奇地问道 胖子和金飞瑶同时看着他 愣了愣后金飞瑶笑道 不用了 你现在又不呼吸 就算是把这渣掉的海水喝进去也没关系 反正你又不会有反应 你到底渣了 花婉思板着脸问道 给妖兽们催情用的催情粉 可以把它们吸引到这里来 所以就算这样的地盘没有任何海兽 只要把它弄出来 公母都可以弄来一大堆 我们就等着发财吧 呵呵呵呵 金飞瑶呵呵地笑起来 花婉思哑口不言地看着他 竟然有这种 妖兽还不得自投罗网 突然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这对妖族有用 金飞瑶愣了 抓着脸 别过脸去 眼睛看向其他地方回道 我觉得应该没用吧 如果没用 你干嘛要用海水隔开 你也怕吧 花婉思不依不饶地继续讲道 哪有 我只是觉得海水太脏了 不小心喝到会闹肚子 金飞瑶漫不经心地应道 没事的 肯定没事 我用的分量小 妖族都是有修为的 应该不会受影响 华婉思还想说点 金飞瑶不耐烦地骂道 吵死人了 你又不是妖族 操这个闲心干嘛 有这个空 赶快准备好 海水就快来了 我是怕有修为比你高的妖族路过 然后妖心大发冲过来 我们这里三个 只有你能成为目标 华婉思摸了一下飘在水中的头发 冷冷地讲道 修饰这点自制应该是有的 而且我带了十二一灵阵 真有人冲过来 也可以挡在外面 金飞瑶一镇定地讲道 瞧着他那样 华婉思坚信他是故意的 别看他一脸淳朴的样子 其实啊 巴不得有妖族受了影响 纯粹就是想看热闹 旁边一脸傻呆的胖子 也是这个想法 这俩家伙实在太坏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感谢观看